今天来教个4月份的作业 低碳水雪花酥 雪花酥跟牛干糖的区别就是加了饼干 所以先来做一个低碳水小饼干 不用害怕,其实只需要放入半个蛋黄 积攒了这么多蛋黄是因为在试验用蛋白做棉花糖 面团混合均匀之后,用油脂擀成薄片 再分割 烤箱烤了变色之后,放凉拌开备用 接下来进入正体,开始熬糖 这个配方比例和之前做太飞糖是一样的 区别在于操作 用小火不断的分炒 目的就是使蛋黄油中的水完全都挥发掉 不断搅拌是为了防止温度过高出现黄油焦化 大概炒15分钟之后,可以看到明显变粘稠了 这个时候再加入坚果,小饼干,赤鲜糖醇,蔓越莓干 全部搅拌在一起之后 倒在不沾烤盘上面,压一压整形 等到完全冷却之后,就会变硬 可以切块开吃了 如果不加入饼干,就是非常好吃的牛嘎糖 这个配方最大的难点就在于炒淡奶油的过程 如果水分蒸发的不够完全,成品就会很软 如果喜欢更硬一点,可以炒得更久 或增加赤鲜糖醇 关注好好吃瘦,分享低碳无糖无腹制饮食食谱 请不吝点赞 发油 儿子 川宦 董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谢谢大家